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要帶大家看御峰花園 今天要看這間三房連同一千呎平台的單位 在整個屋卷來說,如果要有一千呎平台 我想數下應該只有十多間 今天剛好有個業主都開門,約到他 帶大家看到一間有千呎平台的花園 還要向東南 你都應該會有興趣,如果找平台單位的你 記得看片之前,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也要講一講,最近將軍澳的海帕峰 出了價單,如果一房就由619萬的公價 去到兩房,750萬 亦都會有三房的 如果你是留意想看示範單位的話 都可以聯絡我 按回影片資訊欄 那個whatsapp link 跟我約一約的時間,我都想看看 然後這次我們就會看這個單位 接下來,今天都收到消息 Lofo 多了 預計都可能會是7月份 陸陸續續會有消息 可能真的會開賣都未定了 如果你都在找,記得告訴我,給我一些資料 現在就立即去片 看片之前,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現在來到這個單位 就是我最想看的 月峰花園 三房單位 另外還有一個 1000呎平台 現在我們一進來,先關門 會看到單位裏面的客飯廳 客飯廳的闊度 就是10呎 乘15呎 這個廳會有850呎 因為它是長廳的間隔 擺位上要視乎你們的需要 好像現在業主那樣 就將梳化位到時會在這裡 這樣擺 而看著對面就改了 改了作為一個電視機場 原本這裡會有一個 入洗手間的位置 它就 封了改了,又在廚房那邊入 變相的話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很好的芝麻空間 而單位裏面 地磚的話 我相信都不用特別換 如果你們買完回來的話 換的話 都會是長身 貴 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 就進廚房 廚房其實裝修得很漂亮 很簡潔 乾淨 最重要是這件事 那個是曲尺的廚桌 如果煮開食物 這個廚桌 我自己感覺上都應該會夠用 它擺位的東西都很多 然後洗機的話 就可以放在外面平台 因為 出去平台有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在 工作平台 和自己的客廳 外面原生露台的位置出 不過這個位置當然是 交回我們最後才看 說回單位的廚房 廚房白色為主調 都是很簡潔的 原本是長的部分 做了一個間隔 做了電視機 後面就做了一個廚桌 加上櫃 其實這個做法挺好 挺聰明 多了一個地方讓你擺 其他廚房要用的東西 或者是做櫃 擺洗手間要用的 一些洗衣粉 沐浴露 可以在這裡擺 然後再走進來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原生的門口位是開在這裡的 原本的間隔如果你們有看過 其實浴風的洗手間真的比較小 但這樣改完之後 我又覺得 還可以接受 尤其做完之後更加有些櫃位 浴缸轉了做棋缸 用了一半的位置做了這個櫃 又可以多些置物的空間 然後裝修上 其實我都覺得 不錯 這隻色調 容易打理 沒有容易髒 然後浴室補這些也有齊 OK 我們 再走進房 首先我們看細房 細房的話 可以放到4呎半床 6呎半床 另外再加書桌或是衣櫃 如果3呎半床 可以放一張細書桌在旁邊 再放一個衣櫃 要看看你們到時 現場看 再去量度一下 尺寸 究竟需要的用途 是怎樣 因為尤其現在 很多時候 家具都很多 二合一 例如 書桌裏面有個位置 是讓你放 放下的衣服 有櫃的地方 上面櫃下面是書桌 然後 細房看完 我們看第二間細房 其實這間是直入 走進來的 但它的尺寸 是第2大 可以看到 去到第2大已經 書桌做了 衣櫃做了 4呎床 亦都沒有佔用到窗台的位置 就這樣已經可以放了所有 三樣 房間裏面 通常要有的東西 然後 業主自己本身的興趣 有些 電視機 如果喜歡打機 都堪 然後 主人房的警官會看 自己平台 自己的平台 然後 最 滿意 如果御風三房最滿意的間隔 房間就是這間 當然要和大家講講 因為業主做了這裏 一個 四尺深的櫃 四尺 兩尺磚 然後 這間房間業主做了四尺半床 成六尺床 做了一些入場櫃 這個櫃應該是 兩尺半左右 三尺左右 然後這裏也做了書桌 然後還有一個櫃 你看到 裝修上 我猜是 看看你們需要 看看拆不拆這些櫃 然後 這個景 都是看回自己的花園 這個 接近一千尺的平台 我們現在 就會出去看 好 現在正式來看 你們最想看的 就是平台花園的位置 首先它會有兩個出入口 一個就由工作平台出入 一個就由露台出入 好處就是這裏是向南向的 南入的風 就可以在這一邊 就在這一邊做對流 兩邊扯風 現在就算我站在現場 這個單位都是很好風的 然後 這裏的面積就是 接近一千尺是九百九十尺 然後這裏的闊度 就已經是八尺 八尺的話 你喜歡做一排櫃 或者利用 其實這裏業主會自己 已經很花心機 做了一些櫃 可以參考一下 在窗台下面的位置 這個空間 再走出來 這個平台 我現在就這樣數 好而已 50、15、20、20呎 20呎左右 然後 水電那些 來水去水本身已經做了 其實 比起天台的單位有個好處就是 不用擔心漏水這個情況 因為 天台的話漏水流到自己的房子 這些當然 最好當然不會漏到漏水 然後業主 很有心機 在窗台下面的位置 這些全部都做了櫃 深度大約是一尺半左右 如果 你們要將 這裏有水喉 洗手盆 電那些 都是有的 或者到時 要加電鍵的話 就在單位拖出來 都可以 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整個花園 這邊的座向向東 因為那邊是向南 這個單位是東南方向 要跟大家說一下 樓下 在我們這個位置下面的地方 是什麼 是有幾間餐廳的 我現在的時間 是 12.4 12.4 正常就是吃 這個下午飯的時間 我自己在這個單位上聞 老實地聞給大家聽 沒有茶餐廳的油煙味 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不放心 差不多約了這些時間 過來 再親身感受一下 再看一看 然後這邊就是另一個平台 不是另一個平台 另一個出入口 可以把洗衣機放在這裏 洗完衣服直接拿出去浪就可以了 然後 都是 這個原裝配備的 熱水爐 我覺得可以把 不等洗 單車 放在這裏 多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好 單位看完了 現在我們下樓下 看完單位下樓下 其實最想帶大家 走一下這裏的內緣環境 遇封花園 有12座 1至13座 沒有4座 有十多座 但層數不高 18和19層高 的一個屋卷 變相 整個感覺都是一個很低密度 很少人 會很舒適的地方 然後 最大問題 通常來到都會覺得是交通問題 除了可以在輕血站走進來之外 沿著藍地大家走進來 還可以搭屋苑的接駁巴士 它不是一輛車走兩個地方 它是點對點 去兆康西鐵站和屯門市中心 現在我們走的位置就是去接駁巴士位 來到接駁巴士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時間表 詳情可以在網上找到 或者問我連結都可以 去御峰西鐵站和屯門市中心 由早上6點3 去到最晚11點半都有 15分鐘一班 兆康站那個 都是15分鐘一班 但中途有幾個小時是沒有車的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們進來看樓 不想搭車 不想開車 就可以留意 現在我們去看看他們的生活陪套 飲食水球 而現在我就來到御峰花園的外圍 其實就是樓下 現在這個座數就是13座 換言之在屋苑的九座入口 一出走過來 大概兩分鐘報程 就到 現在這裏有個 衛康的 裏面那間是挺大的 有凍肉賣的 然後再走前多一點 就會有 還有四間餐廳 現在去看看 走前多一點 既然御峰是一個 歡迎養寵物的屋卷 附近一定會有寵物的美容店 然後剛剛說到的餐廳 一般的茶餐廳 日式的 冰室的 都有齊的 雞煲那些 我記得都有 如果這裏都不夠你吃的話 走遠多一點 南地大街 南地大街的話 就會還有其他 其他的扒房 放堤 夜晚可以吃到 好了 就看到這裏 今次的裏面到這裏 我們回公司再談 我還是去吃吃東西